大家好,我金太郎 今天介绍一款复刻1968年的潜水表 那在当年这一款机芯 它采用的是6105的机芯 所以这款表也被称作是6105的后继款 那这款表除了6105这样的名称之外 还有许多的名称 例如说在70年代 这支表曾经出现在战争的电影 现代启示录当中 那影片中的这个主角 一名上尉叫Wheeler 这个上尉曾经佩戴这款表 所以这款表也变成了一个军表的符号 在海外这款表一直有一个 Captain Wheeler这样的一个称号 那它的外形 这款表外形非常的圆润 以及在试点中可以看到 它是呈现一个不对称的一个表冠的设计 那因为这样一个鲜明的一个特色 所以也被这个表明称作是鲍鱼壳 那特别是加上这一款是绿色的一个色面 所以呢也有人称作它是一个海龟壳 或者是这个绿西龟这样的一些的昵称 在这些众多的名字当中 最有名的还是要算是植村包这样的一个名字 那必须要提到一位这个冒险家 叫做植村直己 那植村直己是日本非常著名的一位冒险家 它是世界第一位登上世界五顶峰的一个冒险家 那植村直己曾经获得了这个赞助 得到了一支碳厄 要带去这个北极点做探险 那在这个出发前 因为碳厄是这个金属的表带 那它害怕这个金属 过多的金属会造成冻伤 所以它把这个表带呢 换成了皮带的 那但是呢 它在北极圈的移动是比较特别 它是用这个狗拉雪橇的方式在移动 所以这过程中呢 这个震动非常非常的这个激烈 剧烈 因此呢 这个它戴在这个手上的这个皮带啊 就断裂了 所以呢 最后它没有办法 只好用细绳呢 穿过这个表头 然后把整个表呢 记在它的这个腰上 那后来呢 有一位这个 这个记者哦 他是后来呢 前来这个补给点哦 来做这个补给与采访 那得知了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哦 所以呢 记者呢 便将他自己手上的一个表 跟植村的表呢 做交换 那记者手上的表呢 其实就是当年这一款哦 6105这样的一个表款 那在这样的一个接力的一个情况下面呢 植村呢 才完成了它到达北极点的一个壮具 因此呢 这一款腕表呢 许多的表迷就直接称作它做植村包 那这样的一个植村包 跟当年的这个第一代的这个设计呢 有什么不同 那包含了它的这个表壳 其实呢 它的表壳的侧面呢 是比较窄身的哦 那看起来呢 有比较的修长 那并且 它的这个旋转的表圈 初代这个旋转的这个表圈的指滑纹啊 它比较粗犷一点 那这个新款的呢 它更为的细致哦 而且缜密 那以及在蓝宝石水晶上面也有所不同 那这个新款的蓝宝石呢 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周围 有做一个弧面的一个倒角设计 那光影呢 可以不断地在这个倒角上面流转哦 别有一番风味 那以及呢 这个表款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细胶带的一个材质哦 那这个细胶带的这个表带呢 它是采用这个榆纹的这个图案哦 更增添了这个跟海洋的一个关系 那这款表它的厚度呢 大约是13.2mm 那它的表径 表径是42.6mm 它的表长就是lock to lock 是46.6 那重量大约是111克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介绍 我们下次见 拜拜